这看似是一个很普通的秘密基地 咳咳 这看似是一个不普通通的岩浆湖 啊 这实际上是一个超紧牛逼的隐藏门基地 这个秘密基地采用96%的纯岩浆打造 任何生物看到这个秘密基地 都有种想要冲进去的欲望 就连我也不例外 基地的开门方式也是别有用心 当然 还是要在开门的时候注意一点 小心刻到上方的岩浆门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想吃游戏 热爱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孟悟轩 想必大家在很多视频封面 都有见过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图片 但是这样子的视频点进去后 往往都是图不对文的 进去之后 有种感情被欺骗了一般的心痛 今天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我们要让大家真正拥有 这样的一个岩浆隐藏门 好了 叫上来了 对了 在看之前 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做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三个工具 把一个可以造出方块的铲子 和一个可以删除方块的锤子 再一个可以让它们冻起来的图纸 这些工具都来自于little time 中文名叫做工程方块 你也可以称之为更细的MC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个任意大小的地壳洞坑 再用之前交给大家铲子 做出一个岩浆门出来 再用我爷爷传承的传家宝图纸 给岩浆门做一个标记 那这就是我们课选出来的门 图纸可以有很多的讲究 干这么多 还是先讲这个转轴门吧 首先我们先可以用这个方向键 来操作这个白点 这个小白点就是整个门的动画轴心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控制门的旋转方向和角度 下面还有持续时间 也就是开门所需要用的时间 上面就很简单了 就是门打开的方向 当然门固定打开时90度 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输入一个树枝 比如45度或者-45度 都可以做到不同的效果 调取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门装到之前已经准备好的洞坑之中 门在对准放好以后 我们就需要拿出之前交给大家铲子 来补齐剩下的空缺 空缺补下了后 我们还需要用交给大家的锤子来扩充外观 就用小铲子做进一步的填补 最后就是来修补内饰 这里我比较喜欢用石鹰块来做内饰 用小铲子来做内饰纹理 就这样一个隐层们的岩浆秘密基地就完成了 看看我们的村民们可开心了 并组织洗起了岩浆域啊 好了岩浆们也交给你们了 交给免费的赞当学费不过分吧 喜欢了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bye